去年我们测评这台机器的时候讨论的是什么 AMD YES对吧 那一阵子拯救者R7000P是AMD加RTX游戏本中最均衡的 包括刚推出时7499的价格和同期8699的Y7000P相比 性能更强 价格更便宜 简直就是白给嘛 但现在这台机器迭代到2021款 处境和当初又有些不一样了 一方面AMD的游戏本缺货比较严重 原本是奔着性价比去用AMD的CPU 结果这一下子拿不出货来卖 上市时间只能再推迟 另一方面30系显卡的游戏本大家都懂的 实际成交价颇不变得要比首发价高 这台机器的首发价也是7499元 但是目前有四位数左右的加价 那么这台新电脑是否划算呢? 看完本期视频 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R7000P和上一代对比最大的变化点肯定就是配置了 CPU是AMD的R7500H 8核心16线程 显卡是RTX3060 Laptop 功耗最高130W 这两个大件都是如期换代了 内存为两个8GB组成的双通道 DDR4 3200MHz 固态硬盘是512GB的SN730 屏幕是一块15.6英寸1080P分辨率 165Hz刷新率的高色域IPS屏 这台机器的日常抢购价为8199元 不凭运气抢购的话 实际到手会有一定幅度的加价 而CNP 2021用的是去年R7000的ID设计 两个机器的外形相同 依旧是全塑料的机身 A面从两段式的奔驰灯 换成了烫色的Legend logo 看起来商务范更浓一点 新款的机身尾部更长了 多了大约2mm 可能是为了内部设计做出的调整 这台机器的厚度和2020版的几乎相同 机身重量从2.37kg增加到了2.44kg 适配器从230W换成了300W的大板砖 重量和体积都增加了 外形大了一圈 重了200g便携性下降 接口方面 原本机身左侧的USB-A口被挪到了后边 多加了一个C口 支持DP视频输出 其他接口的配置和2020款基本相同 但是后方的一个C口和R9000P一样 是全功能的 支持P0充电很实用 另外摄像头重新回归 防窥按钮在右侧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上网课的问题了 接下来进入到实测环节 线色屏幕 2021款的R7000P在屏幕上有所升级 分辨率依旧是1080P 刷新率提高到了165Hz 还支持史比特色深 实测屏幕色域容积为105.5%的sRGB 色域覆盖为98.7%的sRGB 平均DeltaE为1.72 最大DeltaE为4 色准表现一般 最大亮度为367nit 和去年基本相同 黑白响应时间为10ms 灰阶响应时间为14.2ms 全局采用DC调光 表现不错 这款屏幕本身素质达标 但是出厂预胶色没有搭载 放到了定位更高的R9000P上 说好听点就是做出差异话 说难听点就是节约成本 因此对色准有要求的用户 我建议你自行校色后使用 除了屏幕升级之外 配置部分也做了相应的升级 先来看CPU Cinebench R20循环中 R7500H的得分稳定在5000分左右 跑分过程中 CPU能够维持在80W 撞到了TDC电流墙 可能是这台机器的CPU体质比较一般 频率只有3.85GHz左右 比R9000P的频率低 显卡方面 RTX3060的功耗默认为115W 另有15W的动态功耗增强 同时 这一代的R7000P也支持DDG2.0 对比去年的1.0版本 增加了智能切换模式 可以在NVIDIA面板中 直接进行直连和混合输出的热切换 不用重启更方便了 性能测试环节 这张显卡在默认状态下跑分 基本上符合预期 同比去年的2060性能提升幅度不小 R7000P同样也是支持显卡超频的 开启方式和R9000P相同 应用后得分能够再高一些 只不过这个繁琐的加载方式依旧没有优化 拥起来不方便 接下来是游戏实测 得益于CPU性能和显卡性能的提升 游戏帧数的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主流网游中 CSGO的成绩跑到了接近500帧 比4800H加2060高了160帧 单机游戏方面 去年2060全开特效是没有办法达到及格线的 必须降低一些特效 但是3060帧1080P玩大型单机肯定是妥妥的 除了个别游戏对于显存容量的要求较高 像开门狗军团这种 其余基本上都能特效全开60帧畅玩 除了游戏 生产力方面的表现和R9000P很接近 对比去年的2060款机型提升幅度不小 这里提供Adobe三件套和Specview 2020的成绩供给大家参考 接下来进入拆解环节 R7000P 2021的拆解不难 卸下底面全部螺丝即可揭开后盖 注意左右两侧的出风口有多个卡扣 固定的很牢 需要用工具一个一个撬开 注意不要用力过门 否则容易掰断卡扣 最下方是电池 容量为80瓦时 PCMark10的现代办公续航成技术图 内存被屏蔽罩覆盖 默认为两根8GB组成双通道 DDR4 3200MHz 双面颗粒 实测版本看图 固态硬盘有散热片覆盖 型号为512GB的SN730 读写部分看图 另外一边还有一个M.2扩展位 支持PCI-130X4 有需要的可以自行加装 上方是散热模组 和2020款几乎相同 依旧是双风扇加散热管的组合 主要部件有同片覆盖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散热表现 再来进行分析 室温25摄氏度 单烤FPU R75800H稳定在88.1度 功耗77W 频率3.825GHz 单烤显卡 RTX3060触发动态功耗增强 稳定在74度 功耗130W 频率1905MHz 双烤 CPU功耗为45W 86.4度 频率3.125GHz 显卡79度 115W 频率1852MHz 本面温度看图 整个键盘的热感分布很均匀 最高温出现在了Enter键 45度 有明显的热感 这里我们和去年的温度图对比一下 明显 R7000P2021的表面温度降低了一些 有改善了 但是2021款的噪音表现 就没有前一代控制的那么好了 在烤机刚开始的情况下 CPU和显卡同时高功耗负载 噪音最高来到了56分贝 平稳之后 噪音维持在了53.6分贝 总结一下吧 2021款R7000P 相比去年的版本散热表现更好了 而且表面温度也降低了一点 但是噪音更大 虽然53.6分贝这不算吵 但是安静原本是拯救者的优势项目 今年整齐的功耗增加了 为了保住功耗不得已把风扇转速调得更高 另外对比R7000P2021和R9000P的拆机图可以发现 两台机器都采用了10V的风扇 去年的7000P是12V的 而9000P比7000P的热管规模要更豪华 多两根热管照顾显存和供电 其余的直径也更粗 这也是两台机器会在表面温度和噪音上有差距的原因 好了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们对这台机器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 我们按照惯例这里总结了三条优缺点供你们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散热表现好 支持DDG2.0 散热一直是拯救者系列游戏本的强项 今年R7000P单烤能到80W 双烤能到45W加115W 这个成绩依然保持在了第一梯队 另外 显卡MUX切换也从去年的DDG1.0升级到了2.0 支持不重启的热切换选项 使用起来更方便了 第二 采用165Hz的10bit屏幕 这台机器的屏幕从去年的144Hz升级到了165Hz 刷新率更高 响应时间也更快 并且 屏幕支持10bit的色深 显示效果更出色 第三 支持100W的PD充电 且充电速度快 PD充电绝对是拯救者用户们呼声最高的功能 而7000P和9000P相同 最大支持100W的快充 并且支持向下进入65W 当你被迫要带这台游戏本出差应急 出门还得背上一个大大的板砖适配器 肩膀是相当痛苦的 换用PD充电器会让你的肩膀稍微缓和一些 而且 这台机器的充电速度很快 原装的砖头30分钟多一点就能从20%冲到90% 在需要应急的场合非常可靠 聊完了它的优点 自然也要说说它的缺点 第一 板砖适配器过于臃肿 不易携带 可能是由于30系显卡功耗增强 今年的拯救者全系列标配了这个300W的大砖头适配器 从实测数据来看 45W加115W的功耗需求 用230W的小适配器也是勉强可以的 大不了满载的时候从电池取点电嘛 针对这个5800H加3060这个配置 完全可以考虑体积更小的电源 或者可以做一般的250W功率的小体积版本 但是目前的联想策略还是一刀切 我觉得不太合理 第二 全塑料机身不够精致 上一代我们提到了底壳粗糙的问题 今年更换了工艺 摸起来手感是顺滑了 但是百密中有一书 这个尾巴的位置依旧是旧款的粗颗粒磨砂 不够上档次 希望下一代的7000P能够在外观上再多下一点功夫 第三 自带的显卡超频功能使用不方便 上次提出的主页锁定问题热心的网友表示可以在联想电脑管家里取消 我试了试 确实可以 但是显卡超频功能需要重复设置的bug 目前依旧没有解决 R7000P 2021是例行的配置迭代机型 但是看得出来联想在它身上也下了一些功夫 并不是说出了9000P系列 R7000P就变成了放羊的娃 对比2020款 它的散热能力更好 显卡模式也支持热切换 表面温度也有改善 去年我强调过 AMD的8核处理器 RTX显卡 16GB内存 512GB固态 高测于电键屏这几个配置 对于游戏本来说至关重要 目前纵观整个市场 新推出的几乎所有游戏本都达成了这个配置要求 但是拯救者系列还是能够继续依靠散热 MUX显卡切换这两个宝剑 在众多的产品里拔得头筹 希望后续会有更多厂商重视这两个特性吧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会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比拔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卖本性的帮助电脑小白 这里是比拔评测试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